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女儿说 我的六十岁大寿 一定要大半 我让她别破费 她说不行 还说我这些年的辛苦 她都看在眼里 所以寿宴必须风光大半 我心里暖滋滋的 很是感动 这些年 我一个人带着女儿 看着她长大 又看她结婚生子 女婿很孝顺 把我当亲妈一样照顾 外孙女也很可爱 会甜甜喊我外婆 我很幸福 被邵文青背叛得痛 这些年也在一点点被治愈了 所以女儿主动提及 要大半寿宴时 我是真的感动 也期待着六十大寿难日 人老了 喜欢热闹 更想看儿女绕夕 这日子才有盼头 所以到了这一日 我早早便起了床 力所收拾好 将外孙女乔乔送去学校 女儿女婿吃完我 留在桌子上的早餐后 就各自去了公司上班 女儿说 她和女婿上午处理完工作 然后就会早早回家 给我办寿宴 我就在家里 一边收拾家里的卫生 一边等他们 可等了好久 过了约定的时间 女儿还没有回来 怕她出事 我刚想给她打个电话 女儿的电话便来了 妈 我公司临时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像安那边也是 太突然了 没办法请假 可能今天我们不能给你过生日了 女儿说话的语气充满了愧疚 我有些失落 但孩子们的事业更重要 所以我努力平复心情 然后同她说 没事 工作最重要 你们安心工作 待会儿我去接乔乔放 对了 我话还没说完 女儿突然开口 打断了我的话 妈 今天你生日就不要忙了 乔乔那边 我朋友刚好下午要经过学校那里 会顺带接乔乔放学 送到我公司来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 想着女儿工作繁重 乔乔年纪又小 我忍不住开口 要不还是我去接吧 你工作那么忙 这小丫头正是顽皮的年纪 会吵到你工作的 听着我的话 女儿像是有些着急 连这音量也提高了好多 哎呀 我朋友顺路 妈 你就不要担心了 好好在家休息 瞧瞧那边你不用管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就不和你说了哈 他刚说完 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再也没有给我开口的机会 我听着电话那头的嘟嘟声 忍不住叹息 女儿工作那么忙 最近都轻瘦了不少 所以我又进了厨房 打算给她和女婿炖一只老母鸡 补补身体 老母鸡要炖很久 家务也做完了 所以我坐在沙发上 拿出手机 打算先休息一会儿 年纪大了 闲来无事就爱刷视频 我点开视频推荐页 连刷了好几个 没什么好看的 刚想退出来 却不小心点到了同城 只一眼 我就认出了封面那个女人的背影 是我女儿王仪 视频是半个小时前发布的 我果断点开视频 看着场景像是酒店包厢 女儿站在桌子前 旁边的女婿牵着瞧瞧 三个人脸上都挂着笑 王仪略微偏过脑袋 镜头就转向了一旁 然后我就看见了邵文青 如果说这辈子我最恨的人是谁 那一定毫无疑问 就是邵文青 年少时相爱 我以为能够幸福顺遂一生 直到结婚的第十年 她曾经初恋的丈夫意外车祸 只留下初恋和一双儿女 孤儿寡母的好不可怜 起先 她是背着我偷偷接激他们 后来被我发现 我们大吵了一架 她赤红着一张脸 骂我心肠太狠 再后来 她抱着初恋的一双儿女 将离婚协议递给我 她说 小泽和薇薇年纪都太小 不能没有爸爸 所以她要和我离婚 然后跟初恋在一起 去当这两个小孩的父亲 她说这话时 我们的女儿少姨抱着她的大腿哭泣不止 哭说着爸爸不要离开 可少文青 转身走得却是那样干脆 我也没过多纠缠 要了她大半身家 然后带着女儿离开 我给女儿改了姓 随我 姓王 叫王怡 怕王怡会被继父欺负 我没有再嫁 只专心照顾她 看着她一点点长大 考上大学 恋爱结婚 然后又生了可爱的乔乔 而在这个过程中 少文青一直都未曾出现过 偶有听闻 她和初恋没有再要孩子 将那一双儿女当作亲生子养大 任劳任怨 王怡曾经和我说 她同我一样恨少文青 我以为 当年离婚时已有记忆的她 会记得我心里的痛 将她们避如蛇蝎 可我没想到 她们私底下竟然还有联系 不仅如此 我看着视频里 王怡和少文青站在一块 两个人低头说着话 全然没有半点恨意 还甚至带头唱起了生日歌 女婿和乔乔也跟着拍手 还有那一双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 也一同唱着生日歌 而被她们围在中间的那个女人 正是少文青的初恋 宋韶华 她风采依旧 穿着漂亮的裙子 众星拱月般 还活得像个小公主 我和她是同一天生日 更可笑的是 我是为生命的女儿王怡 在唱完生日歌后 来到宋韶华面前 伸手拥抱了她 还喊她 宋妈 手机被我摔在了地上 视频还在循环播放着 我心口有些疼 更多的还是不敢置信 总想为自己找个理由 和我相依为命的女儿 见证过她父亲的绝情 也看见过宋韶华 是如何装成 一朵无辜白莲花 一边说着对不起 一边又登堂入室 毁了我们完整的家庭 所以 她怎么可能会喊那个女人叫 妈 我不敢相信 在沙发上坐了好久 直到我闻见厨房里 那股难闻的焦味 老母鸡的汤被烧干了 我连忙关火 心绪不宁下 直接伸手去碰锅 手指烧着烫红了一大块 我刚想去处理烫伤 门铃突然被人按响 我去开门时 就看见外卖员手里拎着个蛋糕 那蛋糕 是我自己订的 小小的一块 人老了 总是容易悲春伤秋 所以 当我接完王仪的电话后 就在网上下单订了个小蛋糕 一个人的庆祝 也是庆祝 我将蛋糕放在茶几上 又在上面放了几根蜡烛 双手合十 开始闭眼许愿 愿望一早就想好了 希望我的宝贝女儿 一生幸福顺遂 希望女婿永远爱我的女儿 希望可爱的瞧瞧 健康聪慧 这是我原本想许的愿 可现在 我一闭上眼 就是王仪骗我要加班 转头带着女婿外孙女 去给宋韶华过大寿的样子 视频里 宋韶华一群人围着 那生日过得真热闹 像极了一家人 不像现在的我 冷冷清清一个人 像个小丑 像个笑话 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却变成刺向我的一把尖刀 太痛了 人老了 太容易伤感 眼泪也不争气 我一边抹着泪 一边又许下新的愿望 希望 在我剩下的日子里 我过得开心快乐 是了 这么多年的愿望都是为了孩子从来没有围过自己 可现在想想还真不值得 我吃了两口蛋糕 蛋糕很腻 一点也不好吃 我又看了一眼时间 到现在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钟了 平常这个时间点 我已经收拾好家里的所有家务 哄完孩子后 就回房睡觉了 不过 我今夜睡不着 下一刻 大门处传来动静 王仪捏手捏脚走进来 可经过玄关处 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客厅里的我 他愣了一下 像是有些慌张 女婿和乔乔跟在他身后 两个人还在叙叙叨叨讨论着今天的寿宴 直到看见我 不约儿童闭上了嘴 乔乔更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乍巴着那双无辜的大眼睛 冲我伸手 说想外婆了 要外婆抱抱 看着冲到我身边的乔乔 我没有再像从前那样 爱怜地抱起她 这个孩子 从她姑姑坠地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像对待王仪一样 倾尽了所有心血照顾她 女婿没有父母 他们工作又忙 在这大城市里 开销本来就大 所以 我一直照顾乔乔 就是为了让女儿女婿 没有后顾之忧 能够安心工作 可小小的她 也和她母亲一样 背叛了我 看着朝我走来的王仪 她似乎还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假装伸手揉了揉肩 说今天的工作实在太忙 明日一定会给我风光大半 目光触及茶几上的小蛋糕时 她愣了一下 妈 你自己买了蛋糕 或许是这个蛋糕太小 又或许是他们今天给宋韶华庆生的蛋糕太大 她眼里心虚更甚 我觉得试探并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直接问她 王仪 今天你们去哪了 她顿住 目光落在我脸上 像是在着急寻找什么 到最后还是选择装傻冲愣 妈 你说什么呢 今天我是工作去了呀 说完 她又看了一眼秦向安和秦桥桥 前者迅速点头 是啊 妈 我今天工作特忙 一整天腰酸背痛的 至于后者 也学着她爸爸的样子 把头摇成波浪鼓 外婆 我们今天没有去吃蛋糕 没 小孩子的逻辑 总是不太缜密 话一多就露线了 王仪甚至来不及伸手捂她的嘴 只能冲我尴尬笑笑 眼珠子转了又转 开口便是扯谎 妈 你别误会 巧巧在我公司里闲不住 又闹腾 我就给她买了块小蛋糕 听着这拙劣的谎言 我觉得很失望 所以我拿出手机 找出那个视频 直接丢到她面前 她一正 张了张嘴 似乎想解释些什么 但最后叹了口气 直接一屁股坐到我身边 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冲动 哎呀 妈妈 这都多少年了 我知道你恨爸爸 但是我跟她之间 是有血缘关系的 为了你 这些年我很少去见她 我做得还不够吗 你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 有什么恩怨放不下 就算你放不下 你别带上我呀 这些年你过生日 我哪一次没有陪在你身边 宋 你跟你同一天生日 虽然她嘴上不说 但她很希望能够一家团圆 所以我就想着 反正咱们住在一起 哪天过生日不是过 我就先给她过完生日 明天再给你补补就行了吗 妈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别闹脾气了好吗 我和向安 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 跟爸爸在一起 我还能轻松一点 可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能不能也稍微 为我考虑一下 听着女儿抱怨的话语 本就冰凉的心 更凉了 所以我问她 你这是在怪我阻拦你 和你爸爸团圆了 我看着王姨 她和邵文青 长得一点也不像 长相更多是随了我 所以当初离婚时 邵文青将作为父亲的满腔慈爱 全给了宋韶华那一双儿女 尤其是女儿 于舒威 我第一次见她时 她才六岁 可眉眼间的神态 和宋韶华像了个实诚实 所以 邵文青最是恋爱她 那时候 王姨哭得歇斯底里 蜷缩在我怀里 一遍遍问我 妈妈 爸爸为什么不要我 她为什么又要去给别人当爸爸 她不爱我了吗 那时 我看着她哭 感觉心都要碎了 我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遇到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太被爱了 可如今看来 这一切就是个笑话 王姨听着我的话 似乎没察觉到我语气中的不同 和平时一样撒娇起来 妈妈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 你想啊 爸爸现在年纪大了 无论怎么说 我身体里也流淌着她一半的血液 无论再有多大的仇恨 都这么多年了 也该消失了吧 还有宋妈 不是 宋姨 她人其实也很好的 当年她抢走爸爸 不过也是担心 舒泽哥和舒威妹妹没有父亲 可她后来 也亲口说对不起我 还会给我买礼物 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 就算有再多的恩怨 你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 何必再抓着从前那点子 迫是纠缠不放呢 听着女儿的抱怨 我只觉得可笑 从前那个头也不回 就将她抛弃的父亲 她藏在无数个深夜 哭喊着扑进我怀里 一遍遍问我爸爸 为什么不要她 还有宋韶华 知三当三 只是买了个礼物 王仪竟然就能不计前嫌了 所以我直接甩开了她的手 王仪 所以在你看来 我不原谅邵文青和宋韶华 是我在无理取闹 女儿点点头 一副理所当然模样 本来就是啊 我那时候年纪也不大 再多的愁我也忘了 现在闭上眼 我脑海里能够想起的 都是爸爸小时候 对我好的画面 那时候多快乐呀 所以妈妈 我也希望你能忘记 咱们还跟从前一样 当一家人 宋仪人真的不错 你们或许能当姐 啊 她话还没说完 我一个巴掌甩在她脸上 她一声尖叫 又迅速站起身 捂着脸冲我吼 妈 你好端端地打我干什么 就你这样的暴脾气 难怪爸爸更喜欢温柔闲静的宋妈 说完 她直接哭着跑进房间 女婿和乔乔也紧随其后 连忙去安慰她 房门没有关 我隐约能够听见 他们交谈的声音 人老了 头脑不清醒 一点破事记一辈子 坏提气老太太 烦人得很 还有许多 这都是我爱了半辈子的女儿 说出的话 这一刻 我是真的心死了 所以我站起身 回到房间收拾好行李 又将手机里的业主群退出 女儿和女婿多年奋斗 可帝都的房价实在太高 到现在他们每个月还要还贷款 我心疼他们 每个月将自己的退休金贴不给他们 还承包了他们每个月的房贷 以及水电 日常买菜 甚至巧巧的补习班 这些钱都是我在掏 如今 我既然选择离开 自然是不会再出这些钱了 至于我不出这些钱 他们是否能够负担得起 就不在我关心的范畴内了 除此之外 我其实还有套房产 没告诉任何人 包括王怡 当初 我是为了房女婿 怕她会和邵文青一样变心 所以 房产写在我名下 想着等我百年之后 再把房子过户给女儿 现在看来 大可不必 而那套房子 也会成为我日后的栖息之地 每个月再拿着一笔丰厚的退休金 其实我一个人 就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 我出房间时 王怡哭泣的声音还没停 茶几上的蛋糕也还摆在那儿 一切都是那样的狼狈 所以我拖着行李箱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离开 等我安顿好时 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洗完澡 躺在床上 打开手机一看 没有一个未接来电 有没有任何未接信息 好歹是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到底还是有些心痛 不过痛些也好 不会舍不得 也不会自己劝自己回头 我将每天早上 要订的闹钟取消 然后关上灯 盖上被子 将脑子里的那些杂念 全部摒弃 闭上眼睡觉 这一夜 我睡得不太好 脑子里反反复复 总会梦到从前和王仪相处的场景 那时候 邵文青执意和我离婚 我虽然拿走她大半身家 可女儿终究太小 又因为这件事情 遭受了太严重的心理创伤 甚至一度都不能去上学 我没有办法 只能暂时辞掉工作 每天陪在她身边 她睡觉总是不安稳 睡到一半就会做噩梦 哭着喊爸爸妈妈别离开她 我就抱着她 唱着从小哄她睡觉的儿歌 在她旁边坐一夜 她安稳睡了一夜 而我腰酸背痛 胳膊更是半天都缓不过劲 那时候的王仪 见我难受 会握紧我的手 然后开始给我按胳膊 一边按一边说 妈妈 我给你捏捏 就不疼了 那时候 她是真的很乖 我长舒一口气 睁开眼 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虽然已经关掉了闹钟 可这么多年的习惯 体内的生物中苏醒 到点我便醒了过来 往常 我会先去厨房准备早饭 然后喊瞧瞧起床 她年纪小 每次都会在床上磨蹭半天 我边哄边抱 帮她洗漱好 再给她扎个可爱的小辫子 然后让她吃早饭 等她吃完 我就送她去幼儿园 然后再回到家 这时候的王仪和秦向安已经吃完了早饭 再去往上班的路上 我就开始收拾碗筷 然后再收拾卫生 总之 忙忙碌碌一整天 就围着这一大家子人转 几乎没有半点自我 现在好了 我起床后 只用做自己一个人的早饭 吃完后 就下楼到小区里散散步 活动活动筋骨 日子舒适且随意 不过 没等我散步回来 王仪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她第一个电话打过来时 我并没有接 她又打了第二个 第三个 直到打了第五个电话时 不小心误碰 点了接通 我没有按免提 但是电话那头王仪的声音 却依旧大的惊人 妈 你一整晚跑哪儿去了 你都多大年纪了 还是小年轻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瞧瞧你也不管 她上学都要迟到了 早饭你也不做 你要让我们饿肚子去上班吗 你知不知道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 根本耽搁不起 声声质问 仿佛照顾他们 成了我的责任 我没说话 但电话那头的王仪 却还在说个不停 我就让你帮忙 给我带下孩子 做做饭 打扫打扫家务 你在家里享清福 我和夏安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 你现在说闹失踪就闹失踪 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 过分 我忍不住苦笑 这就是和我血脉相连的孩子 我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她 而她 似乎从来看不见我的辛苦 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如果是说昨天 我或许还有些难过 有些对这些年相依为命的不舍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是真的对她失望了 王仪 我虽然住在你家 但你的月供 以及一切花销 全部都用的是我的钱 我辛辛苦苦照顾这个家 如果你觉得这是在享清福 那以后这一切就由你来做好了 至于我 既然你不喜欢我这个妈 我也不要你这个女儿了 说完 我直接挂断电话 再不理她 但到底还是被影响了些情绪 所以我上楼又换了身衣服 打算去商场逛一逛 这些年 一直围着王仪和她的丈夫女儿转 我很少去商场 也没怎么给自己买过衣服 现在这一切重担全都丢弃 我的存款 以及每个月的养老金 足够让我好好生活 买些漂亮衣服 好看的包包手势 成为一个潇洒又自由的小老太 也不无不可 但我没想到 我难得这么尽兴逛一次街 居然会在商场里 遇见邵文青 她和宋韶华并肩而行 两个人逛进一家服装店 正好和我打了照面 邵文青看见我 眼神有些躲闪 宋韶华则是嘴角含笑 一脸得意走到我面前 跟初次见面是一样 还是那样讨厌 王若书 你也来买衣服了 她毫不掩饰 自己笑得夸张模样 目光在我身上上下打量 紧接着又摇摇头 一副为我好的语气开口 你说说你 每天在家要带孩子 还要打扫家务 就算买这件好看的衣服 你有时间穿吗 或者说 最近看上了哪个老头 打算穿漂亮点 发展发展 人的天性 总是爱听八卦的 她说话声音不小 以至于同在商店里的许多客人 都忍不住侧目 对于这个 现在可以称为老小三的女人 我也毫不客气 等着越来越多的目光聚集过来时 我就直接惊呼出声 那怎么能够比得了你呢 当年刚死了老公 就抱着一双儿女 扑进我老公怀里 就凭你这样的本事 这么多年 我可真是学都学不会呢 在场的人 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雨 大多有阅历 所以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清楚 也能够窥见其中的深意 刚进店的一个顾客 更是直接开口惊呼 哦 原来是老小三哪 文言 宋韶华气红了一张脸 邵文青当即走上前 开口便想训斥我 王若书 你别太过分 我笑了 转头看向那个顾客 又伸手指了指邵文青 诺 这就是当年被勾走的男人 说什么别人孩子没罢 他就果断抛弃了自己的女儿 上赶着给人当爹 孩子到现在也不跟他姓 他也满不在乎 是不是很伟大 那一双儿女 至今还姓于 对于邵文青的称呼 也只是叔叔 而这点 是邵文青心里一直过不去的痛 现在被我直接摊到明面上 他脸色更是铁青 奈何我说的全是实话 只能愤愤不平看着我 而人群嘲笑声更大 都在说他是大冤种 宋韶华也气到不行 说不过我就准备拉着邵文青离开 可偏又是那么巧 这个点 刚好是下班时间 王仪出现在商场里 刚好和宋韶华打了个照面 宋妈 你怎么了 王仪见他脸色难看 当即焦急询问 宋韶华刚才还生气到不行 此刻看着围在他身边的王仪 瞬间就挺直了腰杆 接着转头看我 你妈妈到现在还生我的气呢 也怪我 不该让你来给我过生日 说话间 宋韶华便低下了头 一副委屈到了极致模样 王仪抬眸看向我 或许早上还攒着气 所以他毫不避讳地拉住宋韶华的手 然后大步走到我面前 开口便是斥责 妈 你有必要一直闹脾气吗 你看看宋妈 性子温柔又善良 你动不动就闹脾气 是个男人都知道该选谁 真是我生的好女儿 这刀子 专插我心窝肺管 所以 我直接抬手 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怎么样也不该成为刺向我的一把尖刀 这实在太讽刺了 妈 你又打我 他捂着脸 一脸震惊模样 我冷眼瞧他 那颗原本还会因此而有些痛的心脏 现在一点点趋于愤怒 然后一点点平静 是失望过后的极致冷静 让我觉得眼前的王仪无比陌生 这样陌生的孩子 不是我的女儿 我不要 所以 我直接伸手推了他一把 将他往宋韶华和邵文青身边推 既然你更喜欢他们 那以后你就喊他们爸妈 我没那个福气 也不想再当你妈了 他像是被我气笑了 直接伸手 挽住宋韶华的胳膊 就像是为了故意气我 大声说 不当我妈 就不当我妈呗 我还不想要你这样情绪不稳定的妈呢 宋妈那么好 我今天就要去他们家吃饭 我们一家人会其乐融融 不像你永远念着过去那点子破事 一天天地就知道埋怨人 他动作幅度太大 以至于放在口袋里的身份证 就这么掉落在了地上 听着动静 我习惯性低头 身份证反面朝上 照片应该是最新拍的 而名字那栏是少姨 所以 我放在心肩上的女儿 在很早之前就偷偷背着我 重新将姓改成了少 少姨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到底还有些心虚 摸着鼻子解释 不就是一个姓吗 自古以来 不都是跟爸爸姓吗 而且爸爸这边又没有跟他姓的孩子 你是女的不介意 但总不能让爸爸这边绝后吧 哎呀 就是一个姓 你有必要这么计较吗 少姨自己越说越生气 哪怕我什么都没说 她还是露出了一副不耐烦模样 我盯着那个名字 看了好久 从前 是她亲口说不要爸爸 她说我们相依为命 是唯一的家人 所以她要跟我姓 叫王姨 现在 她是少姨 这就意味着 我们之间最后一点关系 都没有了 我冲她白白手 语气平静 没事 你想姓什么都好 跟我没关系 毕竟 我是真的决定不要 这个女儿了 回去的路上 我就将王 不 少姨的联系方式 全部拉黑了 彻底断了所有联系 我看了看存款 又瞅了眼这个月 刚到账的退休养老金 果断在网上找了一个精致小团 然后收拾行李 去旅游 这些年 一心都铺在那个少姨身上 大好山和我 未曾去见过 以前她总说 等以后长大了 等毕业了 等找到工作了 等结婚了 都生孩子了 等孩子长大了 就带我去旅游 可等了一次又一次 等了一年又一年 都没有等到她带我旅游的那天 好在 我现在一个人 也可以看遍大好山河 我就看了山 又去见了海 跟同在一个小团的人 交谈甚欢 我姑且称她为美姐 美姐和我一样 一辈子都铺在家庭上 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老伴和孩子 能带她去外面逛一逛 可这点心愿 却被他们斥责 说美姐不懂事 年纪大了 就该在家里乖乖带孩子 整天想着去外面疯 一把年纪不知羞 所以她伤了心 拿着这些年的存款 拉黑家里所有人 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们意气相投 有着差不多的经历 所以一路上都玩得很开心 甚至在临别前 我俩还互加了联系方式 约定好下次旅游的时间 不过 有开心就有烦恼 那个小团里 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老头 他早些年老婆因病去世 孩子也陆陆续续大 有好几个孙子孙女 日子过得还快活 但他说 家里没一个女人 总是有些孤单 直到我早些年就离了婚 眼睛瞠亮 说他愿意跟我凑合凑合 一起搭伙过日子 我不愿意 也不打算理他 结果他却追到了我家门口 拖着行李箱回到家 东西还没收拾好 就看见他捧着一大束红玫瑰 站在我家门 若书 你说说咱俩 年纪差不多 你离了婚 我也没老婆 要不就搭伙过日子 我也挺喜欢你 以后我的存款都交给你 也不需要你做什么 孙子孙女的 我儿子女儿会照顾 你就只需要照顾好我 给我洗衣做饭 没事陪我一起出去散散步 儿子女儿忙不过来时 你就帮忙带带孩子 很轻松的 听着他的话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如果我在年轻个二十岁 我提起拖把 就往他脑袋上招呼 但现在毕竟年纪大了 怕拖把还没提起来 就把腰给折了 所以我直接打电话给保安 让他把人给撵走 若书 你干嘛要这么绝情呢 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虽然我现在六十多岁 但是也算是个帅老头 你带出去也有面子 你这么多年都没老伴 难道不寂寞吗 保安一边将他撵走 他一边挣扎开口 我终是忍无可忍 拎着手里的垃圾 就朝他身上招呼 动静太大 以至于刚走进小区的少姨 一眼就看见了我 妈 你怎么在这里 她快速朝我走来 我出去旅游完了三个月 身心舒畅下 当时还吃胖了好几斤 不像她 憔悴到不行 一看就瘦了不少 我没说话 她走到我面前 指着旁边还在不断挣扎的老头 像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当即就伸手指向我 妈 你都多大年纪了 居然还想找老伴 你到底知不知羞啊 她满眼谴责 一副气到不行模样 然后用包不断砸那个老头 让她滚 边砸还边骂 妈 你是没脑子吗 你这个年纪 还有老头惦记你 十有八九 就是为了你的财产 你还傻乎乎地线进去 赶走了那老头 他又看着我 指了指我身后的小区 怎么 这段时间 死活不接我电话 一个人在这里租了房子 日子过得还挺潇洒呀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很不高兴 接着说 你倒是潇洒了 当甩手掌柜 什么也不管 你知不知道 我一个人在家里 一边要忙着工作 一边还要带孩子 我都忙成这个样子 你就只知道给我添乱 孩子也不带 家务也不做 跑到外面逍遥自在 还跟别的老头搅和到一块 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妈呀 他话语里的嘲讽 很是明显 我看着他 眼神冷淡 上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说过了 既然你更喜欢宋韶华 以后就去做他的女儿 至于我 没福气当你妈 也不想再当你妈了 还有你家里那堆破事 我没有义务帮你管 知道吗 听着我的话 他像是终于回过神 知道我是真的下了决心 可他还是忍不住斥责 什么当不当我的妈 咱们血脉相连 我从你肚子里伸出来 这肯定是你女儿啊 你早点回家吧 家里一堆破事呢 之前都是你在交月工 还有家里水汽电费啥的 你突然间跑得无影无踪 你知不知道 这让我和向安束手无策 我俩赚的钱本来就不多 还要养个孩子 这几个月一分钱没存下来 都怪你 听着他斥责的话 我又是一个巴掌甩过去 滚 到底是彻底失了忘 所以我不想听他多说话 转头就往里走 他捂着被打的脸 站在原地跺了跺脚 妈 王若书 你这一天天 有意思吗你 我不过就说了几句实话 你就动手打我 活该爸爸当初不要你 这句话让我瞬间停住了脚步 我转过身来 他看向我 因为我要服软 刚挑着眉冲我笑笑 我将另一代还没扔的垃圾直接甩他头上 少姨 当初邵文青要和我离婚 是他眼瞎 是他渣男 我跟他之间就那一纸结婚证 离了就什么都不是 但你可不一样 你跟他血脉相连 他照样能够为了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不要 其实说起来 谁才是那个小丑 你心里有数 或许从前 我从未想过有这一天 我会和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互相往对方身上捅刀子 不过捅就捅吧 只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就当作是一块烂了的腐肉 挖了才能好 没有人会贪恋腐肉 因为不值得 少姨 不值得 我再次转身离开 他气红了脸 刚想跟过来说些什么时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他接通电话 很快一声惊呼 什么 家里着火了 紧接着 他匆匆往回跑 而跟他一起前来的那个女人 也跟着往外跑 一边跑一边喊 少小姐 今天还看房子吗 秦向安父母早逝 所以自从他和少姨结婚有了孩子后 我就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了 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照顾他们的生活 所以在那个小区 我住了好些年 也认识了不少朋友 尤其是林姐 她是小区里最爱听八卦的人 但凡小区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 她总是第一个知道 然后分享给我们这些老姐妹 像这次少姨家失火 不出半个小时 林姐的视频就打了过来 我俩关系一直都还不错 哪怕我搬走后 她也时常有问候 让我需要帮忙的时候 别客气 尽管说 所以她的视频 我不会不接 刚接通 就看见她一脸兴奋模样 视频对准了少姨家窗户处 若书啊 你那该挨千刀的闺女 倒霉了 她呵呵笑着 然后开始跟我说 这几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 当初 我抱了团去旅游 少姨找不到我 又被我打了好几巴掌 心里攒了气 一直和宋韶华那边联系不断 宋韶华的一双儿女都还没有结婚 虞书则是个混混 以前不爱读书 现在不爱上班 整天在家吊儿郎当 至于于书薇 也不想上班 整天就想着找个有钱人嫁了 宋韶华见少姨买了大房子 虽然还在还月宫 但是家庭条件已经算是相当不错 所以她就把一双儿女塞给了少姨 美其名曰 既然是一家人 就应该多多相处 这一双儿女也不客气 隔天就来少姨家 每次都空手来 带一大堆东西离开 于书则之前还招呼了一堆狐朋狗友 来她家开party 弄得乌烟瘴气的 秦向安很生气 和少姨吵了一架后 于书则依旧我行我素 这一次又敲摸摸带人过来 结果喝多了酒 其中一个人躺在沙发上抽烟 旁边还有喝了一半的白酒 被人一脚踹倒外地 烟灰点燃了沙发布 再加上地上的白酒 直接把房子都给点着了 秦向安刚回到家 就看见自家窗户那里 开始冒着滚滚浓烟 于书则好不容易跑下楼 看见刚下班的秦向安 开口就是骂脏话 说他家房子不好 差点害死他 还要他赔钱 秦向安很生气 当场跟他打了起来 一堆人拉架都拉不开 少姨赶回去时 于书则和秦向安忽然就不打了 两个人齐齐将矛头对准少姨 将他骂得狗血淋头 总之 这场闹剧结束后 那个房子自然是短时间都不能再住人了 少姨原本想去少文清家住一段时间 结果人家直接说没房间 让他们去住酒店 是半点面子也没给 一群人坐在小区楼下磕着瓜子看着戏 林姐直接将镜头对准他们 让我看了个现场直播 看到最后 林姐对我说 恶人自有恶人魔 你也别心软 像这样子的女儿 没必要心疼 我点头 确实一点也不心疼 毕竟已经失望透了顶 看着视频里 还在不断纠缠吵闹的他们 我只是觉得有些可笑 亲情 在这一刻变得极其讽刺 而这场闹剧的最后 少姨赢了 带着一家人住了过去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 可她不知道 就是这个决定 彻底害惨了自己 至于我 在那次和林姐打完视频后 就没再怎么关注过少姨的事 我最近又找到了一个新爱好 首座陶瓷 去店里捏各种可爱的小玩意儿 很能放松心情 我一连去了好几天 天天就是这样巧 陶瓷作坊旁边 是一家酒店 我刚带着烧好的陶瓷离开 走出陶瓷作坊时 刚好就在酒店门口看见了少姨 以及站在他们面前衣衫不整的秦向安和余淑威 秦向安 我们结婚七年 我还给你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你怎么能背着我和余淑威搞到一块呢 她生死历劫 瞧瞧被她牵着 瞧着模样 像是有些害怕 余淑威的衣服甚至还没有整理好 她这些年来来来回回交往了不少男朋友 为人处事格外大 哪怕一堆人的目光落在她脸上 她也依旧丝毫没有半点觉得丢脸 甚至当着大家伙的面 直接靠在秦向安怀里 少姨 你现在就是个黄脸婆 没人帮你带孩子 只能辞了工作 在家带娃 一天天地也不收拾自己 像安哥每天对着你这样一张脸 怎么能不腻呢 说完 她又冲着旁边的秦向安 抛了个媚眼 像安哥 你说说你是喜欢这个老女人呢 还是更喜欢我呀 余淑威娇俏 也胜在新鲜 而这些日子 秦向安和少姨争吵不断 本就心里有了隔阂 这下子被当场抓包 更是没有半点愧疚 直接开口说 少姨 你有什么好闹的 不乖乖在家带孩子 在外面乱跑什么 有哪个男人不偷心 不说别的 就说你爸 你爸当年不照样抛弃了你妈 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 而你不也照样原谅了你爸 还喊那个女人当妈 既然当初你都能接受 现在你又为什么接受不了 听着秦向安的话 她瞬间瞪大了眼睛 然后不断摇头 向安 秦向安 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 你怎么能够这么说 她像是有些崩溃 伸手就想去打秦向安 秦向安直接推开她 护着怀里的余淑薇 像看小丑一样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少姨 我也就不和你藏着掖着了 你真以为你爸有多喜欢你 要不是看在我努力赚钱 买了房子的份上 她会又想着 把你这个女儿认回去 不过就是想从你身上 捞些油水 给于书泽和书薇多攒点钱 你还傻不愣登地凑上去 却爱呀 不过你也算是做了件好事 书薇知情失去 比你有情趣多了 咱们俩离婚吧 孩子我不要 给你 钱一人一半 你赶紧走 既然你能够认同 你妈现在的结局 我想你 应该也就不会有脸继续纠 对吧 这一句接着一句 句句话都是往少姨心窝上戳 她愈发歇斯底里 痛哭不已 于书薇依旧是那副平静模样 还伸手撩了撩头发 又弯腰 看着站在她面前的情巧巧 小宝贝 你说 你妈妈是不是情绪不稳 这一点小事 还大吵大闹的 听着于书薇的话 少姨瞬间就瞪大了眼睛 你滚 你不许对我女儿做什么 她一把伸手扯过秦乔乔 小孩子的胳膊太嫩 她使得力道又大 秦乔乔当即就哭了起来 一边哭 一边伸手拍打少姨 你是个坏妈妈 我不要你 秦乔乔 我可是你妈 生你养你 你怎么能够这么说话呢 少姨一脸痛心模样 抬手就要打孩子 秦乔乔直接上嘴咬住她手腕 疼得她一哆嗦 接着一头扎进于书薇怀里 转头生气地看着少姨 你这个坏妈妈 老是凶我 我喜欢小姨 我要她当我妈妈 听着这话 少姨瞬间就瞪大了眼睛 她似乎想说些什么 可目光突然雨在人群中的我对上 那一刻 她眼神复杂 满眼嘲弄 或许这时候的她终于意识到 曾经她对我说的那些话 如今兜兜转转 正中她的眉心 这场捉奸戏马 林姐吃了一天的瓜后 给我发了几十条六十秒的语音 其中 不外乎是我今天看到的那些情况 自从家被烧 一家三口住到了少文清家 本身这夫妻俩 心里就有一些隔阂 天天争吵不断 加上我不在后 秦桥桥上下学 必须有人管 最后 少姨辞了职 专心在家带孩子 于书薇又瞧上了 秦向安赚钱的本事 一来二回 加上蓄意勾引 两个人就勾搭在了一起 少文清和宋韶华也知道 甚至还帮忙打掩护 就连秦桥桥 也曾撞见过几次 一个棒棒堂 就让她选择隐瞒 总之 闹聚到最后 是知道一切的少姨 被这一大家子人赶出家门 就连她的心肝宝贝秦桥桥 也哭着闹着说不要跟她 转头扑进于书薇怀里 喊她当妈 我散步回小区时 正好就看见了小区门口的少姨 她蹲在角落里 看见我时 像一个没人要的可怜小猫 伸手拉着我的裙摆 可怜兮兮开口 妈妈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看着她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 同我最为亲近的女儿 如果换作是从前 我一定心疼到低血 然后不管不顾拿把刀 冲进少文清家 就算是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为我的女儿报仇 可之前种种 已经让我意识到 或许现在她的结局 就是她的报应 所以看着她的眼泪掉落 我现在真的一点感觉 也没有了 就像是一个陌生人 掉两滴不值钱的眼泪 企图用这种方式让我原谅她 然后再顺势住进我家 继续和从前那样 食指不沾阳春水 等着我把她捧在手心里 当心肝宝贝 可凭什么呢 她或许曾是我的宝贝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所以我甩开她的手 心里毫无波澜 平静开口说 你喊错了 我不是你妈妈 我这辈子 的确有个女儿 不过在我心里早就死了 至于你 哪里来得回哪去 别再出现了 否则我不介意找保安 知道吗 说完 我不顾她生死力竭的哭喊 静止回了家 少姨又来找过我几次 我没见她 也已经决定不要这个女儿 她估摸着 已经感受到了我的坚定 后来她没有再出现 而我依旧每天散步 去做陶瓷 或者去商场里 买几件漂亮的裙子 人生 我现在需要好好享受享受 而又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时 是在半个月后 少姨小时候受过打击 本身精神就有些问题 那时候我一日日陪伴 才让她重新变得活泼开朗 如今 她被所有人抛弃 就连视为生命的女儿 也不要她 她借着愿意自身出户为由 将那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 说是要再吃最后一顿团圆饭 等吃完 她就一个人去别的城市 再不回来 而那顿饭 是她亲手做的 而救护车 也是在那个晚上出现的 少姨买了好多耗子药 白草枯以及各种各样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毒药 混在一起 放进菜里 又趁着大家毒性发作 她关紧门窗 打开煤气 等到被人发现时 所有人都口吐白沫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各种都混在一起 哪怕吃得不多 可架不住被发现的时候太晚 这么一大家子人 全都没有挺到第二天 就连六岁的秦桥桥 也因此丢了命 这个新闻 甚至还上了全国热搜 大家将他们的过往扒出来 知道邵文青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知道宋韶华是小三上位 知道虞书则是混混 爱打架又爱调戏女孩 恶心到了极致 知道虞书薇喜欢抢人男友 和他妈一样 知道秦向安 同样也是个渣男 遭人唾弃 知道秦桥桥 哪怕年纪小 可骨子里的冷漠 同样让人害怕 知道邵姨眼瞎心芒 最终自食恶果 全国的人都知道这群人 恶心到了极致 恨不得朝他们吐口水 至于我 也浅浅上了热搜 我顺势开了直播 然后再现捏陶瓷 观看人数很多 有人觉得我太苦 给我打赏了好多钱 我就将直播所得的所有钱 全部都给捐了出去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至于我 此后无牵无挂 一身轻松 乐得逍遥自在